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第九章 我们就学习了网络的概述篇 那么在概述篇呢 我们了解了网络的层次结构 以及物理层 还有这个数据列路层 它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从这一节课 从这一章开始呢 我们将进入这个网络层的学习 那么网络层呢 是属于这个网络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希望在这一章呢 同学们能够认真地听 并且课后可以参考更多的书籍 来理解这里面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网络层 是位于哪一个地方的 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ISO气策模型的话 网络层位于这个第三层的 它位于这个物理层 以及这个数据列路层的上面 那么如果说 对于这个TCP IP设置模型的话 那么这个网络层呢 就是位于第二层的 它位于这个网络接口层的上面 那么这个呢 网络层呢 就是我们本章需要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了 我们在学习某一层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的是屏蔽 别的层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不关心这个物理层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信号的传输的 我们也不关心这个数据列路层 它是怎么样封锁成真 或者说怎么样进行这个差错检测的 在这里面我们重点是来关注 网络层它做了哪些工作 它与其他层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计算机A通过路由器传输到计算机B呢 这里面的三个设备呢 都使用了这个网络层的 在这里面的这个路由器 我们可以看到 在路由器里面呢 它所使用的协议 最上层的协议呢 就是这个网络层 也就是说路由器 它并不会使用这个传输层 也不会使用这个应用层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网络层呢 它这路由器里面是 使用的最上层的一个协议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这个网络层 它大概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么这APPT呢 是老师在前面该书篇所做的APPT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网络层 它解决的问题是 这个数据路由的这么个问题 它主要是决定 数据在网络中 传输的路径的 也就是说 某一个数据 怎么样从我的计算机 到达这个目的计算机 那么这个传输的路径呢 就是由这个网络层 所决定的 那么这个将是 这个网络层重点的内容 那么除了这个数据 路由以外呢 我们还会学习到 别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直网划分 路由协议等等呢 都是属于这个网络层的 一些内容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前面在上一章 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上一章的最后呢 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么一个网络拓谱里面 计算机A 是怎么样把这个数据 传输到这个计算机C的呢 那么在前面 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数据内容层 它只能解决 这个相邻物理节点的传输问题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跨节点的传输 数据内容层 是无法解决的 那么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的网络层 进行这么一个问题的解决 那么对于这个拓谱 是一个简单的拓谱 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 再放大一点点 在这么一个大型的网络拓谱里面 如果说 计算机A 需要跨很多节点 把数据传输到计算机B 那么这样子 是怎么样进行传输的呢 那么这个就是 网络层它所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数据路由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将会贯穿我们本章的始终 我们本章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为了解决 这么一个问题而存在的 而除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本章将会多次提到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 也就是这个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呢 是网络层的重要的设备 那么路由器呢 如果从硬件的角度去分的话 它可以分为这个家庭路由器 以及这个企业路由器 那么不管是这个家庭路由器 还是这个企业的路由器呢 它们的功能 或者说这构造都是一样的 它们完成的都是同样的工作 只不过是 这些硬件设备的性能不一样而已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路由器 是这个网络层的重点的一个设备 那么在本章呢 我们的内容将会重点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网络层IP协议相关的 那么IP协议呢 将是网络层重点的一个协议 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呢 我们将会学习这个IP协议 这一个也是本章的重点的内容 除此以外 我们需要学习这个IP地址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规划的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会了解到这个网络层 结合这个数据连络层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路由的 接着呢 我们将会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是网络层其他的一些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就包括这个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 那么这两个协议呢 将会结合这个数据连络层 一起去使用的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ICMP协议 那么ICMP协议呢 也是属于这个网络层 重点的一个协议的 接着第三个部分呢 将会是这个IP的路由算法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学习到 这个路由的一些概述 那么前面呢 我们简单的学习这个路由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从这个网络层 以及这个数据连络层 结合的去了解的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将会重点了解 这个路由的算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将会首先对这个路由 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 然后呢 我们将会学习 这个内部网关的路由协议 最后呢 我们还会学习到 这个外部网关的路由协议 那么这两个协议呢 将会是这里面的 路由的重点的算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网络层 看作是一张巨大无比的图 并且是这个无像图 那么这里面的算法呢 包括这个内部网关路由算法 以及这个外部网关路由算法呢 都是属于这个图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从另外的角度 从图的角度 去理解这里面的IP路由算法的 那么本章的主要内容呢 就在这一页PPT里面呢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可以把这一页PPT给记录下来 按照这一页PPT的一个索引 来学习我们本章的内容的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禁用我们本章的学习吧